火警意外带您关心发生在新北市戏纸一间餐厅 昨天傍晚发生了大火 当时员工正在厨房备菜 火蛇就这样窜了出来 150坪的餐厅全面燃烧 火烟之大 其实方圆500公尺都看着一清二楚 这大火烧了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最后才被消防人员控制住 有一位员工被呛伤 幸好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而大家比较庆幸的是 当时餐厅还没有开门营业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大火在铁皮屋里不断喷出火蛇猛窜 就像快要发生大爆炸 火势完全不受控制 眼看房屋持续门销 消防员出动 云梯车使用电锯破坏房屋结构 再由四面八方洒水灌进 从远处看将近200坪大的餐厅 几乎成了大烟囱 浓烟火光不断冒出方圆500公尺 都看得一清二楚 新北市汐止这间餐厅 26号傍晚突然传出火警 震动建筑物全面燃烧 由于餐厅里一燃物品一大堆 火势不断子灰不燃 一名餐厅员工不慎被呛伤 紧急送医救治 现场的面积因为比较大 里面可燃物很多 要做常火处理的动作 熊熊大火整整消了两个小时才被控制 索性没有造成进一步人员受困 但消防员出动进百名紧销 超过30部消防车前来支援 一度因为水限不足疲于奔命 消防员初步判定 起火点应该是餐厅厨房 不排除可能因为吹势不剩 引发大火